美国财政部11号表示希望针对北京字节跳动 在2017年收购手机应用程式Musically时 引起的国家安全风险找到解决方案 Musically后来被并入字节跳动旗下短影平台TikTok当中 彭博报道 中国半导体国家队紫光集团 多党境内外债券价格10日崩跌至记录新低 原因是传出1笔10亿人民币信托贷款9号到期 但是债权人安慰某商营截至当晚7点都未批准起展期 中国又一个科技富豪惨遭打击 被称为是中国系王的金奥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靳宝芳 在本月7号突然被平度式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留置 造成股价连续暴跌 调查原因目前仍不明 近期房市交易热络 超野立委在12号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上关切 财政部长苏建荣表示 首先行政院已经成立跨部会小组 适时对房价问题关注 其次财政部也已责成 国税局针对红单交易专案查核 中长期约一两年期间也会研议调高吞房税税率 新唐人也来电视这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